攻略并交女主三年后 我的任务完成了 在冰冷的机械阴中 我的灵魂逐渐抽离体外 可胳膊却仍然被人死死拽着 柳如烟眼眶泛红 固执着不肯松手 阿炎哥哥 你是想掏下我吗 他声音颤抖 失去了以往的镇定 只剩下了毫不掩饰的心慌 看着柳如烟这副模样 我的心止不住一阵刺痛 明明今天是他的生日 明明我答应不会给他惊喜的 明明就在三分钟前 柳如烟还红着脸轻声道 不管阿炎哥哥准备了什么礼物 我都喜欢 他的眼神里满是赤诚热烈的感情 过了今晚 我就成年了 以后就换我来保护阿炎哥哥吧 我闭了闭眼 心头一片苦涩 这些终究是无法实现的 毕竟我从穿书过来的那一刻 就被告知 柳如烟是这个世界众心捧月的女主 而我只是个工具人配角 我的任务就是庇护柳如烟成长 最终把她交付给男主 而现在三年过去了 男主即将登场 那我就必须消失了 我深吸一口气 阳装冷静 松手 柳如烟执扭道 不松手 他连声音都变得嘶哑 阿炎哥哥 你说过不会离开我 说过的 他一遍遍重复着你说过的 就仿佛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绝望至极就在这时 系统有些焦急的催促道 宿主你得赶紧离开 男主马上和女主见面了 不能再拖了 我也想离开啊 但柳如烟毕竟是女主 他死死拽着我 竟然让我无法彻底脱离世界 那没办法了 下一刻 我直接凑近了柳如烟的脸 二人距离拉的寂静 清浅的呼吸声 引咬在彼此周围 暧昧而温柔 你又在乱想什么呢 我没有抛下你 只是想去给你的成人礼 准备一点惊喜 柳如烟的身体 瞬间僵住了 什么 我轻轻握起了他的手 不过 既然你着急 我也可以提前 让你看礼物果不其然 柳如烟根本就不经聊 他的耳间仗得通红 说话也变得磕磕绊绊 试试什么惊喜 我低下头 在他手上落下一吻 这个吻极清 可柳如烟 却仿佛被火烧到了一半 下意识收回了 抓住我的手 他愣愣地望向我 阿炎哥哥 可下一刻 柳如烟眼里刚燃起的光 就被熄灭了 因为我沉他松手的空档 彻底消失了 只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对不起 我骗了你 我看到柳如烟满脸不可置信 眼底一瞬间 涌起了疼痛和疯狂 他伸出手 似乎是想抓住我可下一刻 视线就归于一片黑暗 我知道 自己已经脱离书中 世界了 我太了一口气 虽然这很残忍 但毕竟我和柳如烟 以后都见不到 不妨在走之前 彻底断绝了他的希望 这样他才会对我死心 从此对男主一心一意 原著中男主名叫纪伯达 人如其名 是个温暖之余 善解人意的角色 那才是注定要陪伴 柳如烟一生的人 完成这次任务后 我得到了五年假期 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缓缓闭上眼睛 必须要把这段经历淡忘掉 把那些越轨的情感 尽数收好 这样才能全心投入下一个任务 可刚一闭上眼 柳如烟最后的神情 又浮现在眼前 和以往的乖巧截然不同 他的眼里 充斥着绝望与疯狂 令人毛骨悚然那种神色 让我想起了 第一次见到他的场景 那时 柳如烟刚被自己的 亲生父母抛弃 还满身血污地 躺在拍卖会的笼子里 额前几缕发丝垂下 显得孤寂而脆弱 宾客们议论纷纷 主持方怎么想的 怎么放个快死的女孩上来 好像是他爹妈赌博缺钱 所以就把亲生女儿卖了天啊 这孩子伤这么重 还挺可怜的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能让爹妈卖掉 估计也就是个野种 在一道道精明的目光中 柳如烟就像残缺的商品一样 被各种揣测评价 但他却面无表情 一眼睛都不曾抬起 就像是早就习惯了这种问 随着时间流逝 依旧没有一个人 愿意拍下柳如烟 拍卖官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各位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如果没人愿意买下 那我们只能销毁商品 就在这时 我捧着一堆钞票 匆匆赶来 等等 我买下它了 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 自己不愧是工具人 无论是人设还是财产 都一穷二百 在各个计较嘎拉里 翻了快十分钟 花光了几乎全部的积蓄 才堪堪凑到了起拍架 于是众目睽睽之下 我狼狈地把柳如烟 领回了架 总算是就回来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 我不知道怎么样 女孩如同一只受伤的小猫 警惕而冷漠地 站在门口不肯进屋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反应 但我能感受到 它一直紧绷着气息 眼睛死死地盯着 握握被它 看得浑身不自在 只敢爸爸 憋出一句台词 你好 我叫顾炎之 对面依旧没什么 反应我有些尴尬 但也能理解 毕竟在原著中 柳如烟可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 折磨了15年 她警惕心强也是难免的 想到这我不禁有些心乱 连话语里 也增加了几分温柔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的家人了 你在我面前不用那么拘手 柳如烟终于抬起了头 她的眼眸深沉如墨 说出了今晚第一句话 条件 我一下子愣住了 柳如烟浑身戒备 你救我的条件是什么 女主不愧是女主 才几句话 就让我掖住 我总不能说是为了完成系统任务 才故意接近她吧 我探探手说 没有目的 就当多了个妹妹吧 这下轮到柳如烟愣住 呆呆地挤出两个字 什么 我用手指抬起她的下巴 能要什么条件 我的嘴角勾起一个不怀好意的笑 我想想 不如先叫一声阿言哥哥 来听听吧 毕竟我可是才逃空了家底 让未来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大佬 叫我据阿言哥哥不过分吧 夜色中 女孩的脸颊泛起了薄红 过了半晨 她才像是被调戏了一样 别别扭扭地挤出几个字 阿言哥哥 我叫得没心没肺 可后来 我真的因为这句阿言哥哥 拼死保护了她三年 从此以后 柳如烟留在了我身边 按照原著设定 这三年 柳如烟原本会经历很多黑暗剧情 她会被生活摸得小小年纪 就冷血无情 手段偏执很利 因此 我故意和原著剧情反着来 我如同剧透一般 带着柳如烟 躲过了无数次未来的危险 将她保护得很好 尽管惊心动魄 但总是有惊无险 柳如烟也变了狠 多她不再阴遇自闭 而是慢慢长成了一个 优秀温柔乐观的女生 每次看向我时 那双好看的桃花眼 总是含着毫不掩饰的笑语 她还会用勾人动听的声音 一遍遍在耳边叫阿言哥哥 让我浑身酥酥麻麻的 记忆逐渐回到三年后 柳如烟最后那个眼神 跟回忆中的 简直判若两人 忽然没有来的一阵心悸 被最亲密的人背叛后 柳如烟会是什么心情 被背叛的愤怒绝望 亦或是怨恨 我从梦中惊醒 吓出一身冷汗 下意识去说 系统系统 柳如烟现在怎么样了 系统一愣 你说上个世界的女主 她目前看起来状态不好 情绪一直崩溃失控 我的心猛得一抽搐 但系统又安慰到 不过这是正常的 援助情节就是这样 女主在最非暗的时候 遇上了如同救赎一般的男主 纪波达 然后就疯狂地 爱上了纪波达 遭受过背叛的柳如烟 极度没有安全感 甚至一度将纪波达囚禁了起来 不过 最后在纪波达的陪伴下 她还是解开了心魔 两人携手共度一生 这个故事 不用系统再讲述 我已经看过一百遍了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结局早已注定 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可到后来 我才意识到 自己大错特错 如果我能早点注意到 柳如烟看向我的目光中的热烈 甚至是病态 我会不会发现 她就是个擅长伪装的疯癖 这样的疯子 是不可能被剧情牵着走的 而所谓结局 也早就脱离鬼道了什么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五年了 我已经放完长假 打算开始下一个任务了 可系统居然扭扭捏捏捏地告诉我 柳如烟黑化之暴涨了 女主没能攻略成功 剧情严重崩坏世界 即将被引爆 系统底气不足的小声道 宿主 继帛大失败 你得代替她 继续去攻略柳如烟 你怎么不早说 等我彻底背叛了她再回去 这不是找死吗 我简直不敢想象我当时的背叛 是得让柳如烟多受打击 才会黑化直暴涨 那我现在回去攻略她 我回忆起了 剧情心都凉了半截 过了五年 柳如烟现在二十三岁了 按照援助进展 她在能力裁理手段上 都已经做到了顶端位置 谈人狠利 极端偏执 但我现在对上她 不就相当于跑龙套 去打满级大佬吗 我连连摇头 拒绝了系统 可系统哭得鼻涕 眼泪直流 诉主我瞧瞧你了 上个世界是我们负责的 要是毁灭了 我们都会被抹杀的 反正横竖都是个死 我只能答应系统的要求了 立刻进入了柳如烟的故事世界 刚刚睁眼 系统立刻在脑海里响起提示 柳如烟此刻正在参加一场拍卖会 于是我直接穿到了现场 朝四周望去 才发现所有人都戴着定制面具 这应该是一场上流社会间的秘密拍卖会 所有人都戴面具 那我该怎么认出柳如烟 正当我在心里怒斥 系统不靠谱 台上的红色幕布忽然缓缓拉开 出了一幅画 上面以草草几笔 勾勒出了一个女孩的睡眼 现此台下疑惑生一片 我也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但并不是因为 这是什么惊世骇俗的神作 而是因为这是我画的 十年前柳如烟刚搬到我家时 每晚都头疼地睡不着 他被父母注射过大量镇定剂 后遗症还没完全消退 于是我便带他去医院输液 每一晚我都会亲身给他 讲些幼稚故事 或者是哼歌哄他入眠 久而久之 柳如烟也从一开始的 抗拒到能够浅浅入眠 这幅画 就是我趁他睡着实话的 等他醒来 我就送给了他 希望他以后 每一天都能有好梦 女孩看到画后 脸颊有些泛红 抿着嘴接过了画 但没想到 多多转转我又在 十年后的拍卖会上 见到了他 肠下的人们面面相聚 显然是不知道 这画有什么值钱的地方 不知道就对了 因为我这个原画主 也不知道他哪值钱 一千万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场上惊讶声 此起彼伏 目光齐刷刷 朝一处一去 我瞬间僵硬了 等等 这不是柳如烟的声音吗 而且还是从我身边 传来的我目光僵硬的 朝身侧望去 只见一个优雅高傲的女人 郑邪已在座位上 气质金贵 但银色的面具 衬得他愈发神秘 一副生人无尽的样子 我的心跳骤然加速 养了柳如烟三年 那不是不靠谱 而是太靠谱了 去 直接让我穿到柳如烟身边的座位上 大约是注意到 我的神色不太正常 身旁的女人 微偏过头来 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 阴郁偏执的视线 粘在我身上 如同烈火 将我焚烧殆尽 他熟悉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依旧温柔浅全 阿言哥哥 明明是很温柔的一句话 却让我冒出了冷汗 柳如烟这时认出我 那我该点头吗 该说点什么 还有要怎么解释当初的离开 极度紧张之下 我的喉咙干涩到说不出话来 小烟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这才注意到 左侧坐着一个男生 小烟 拍麦官再请你上去呢 别愣着了 这个语气 就如同一盆冷水 让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这是纪博达 人注重只有纪博达肯用小烟 去称呼现在的柳如烟 既然如此 那柳如烟 刚刚那句阿言哥哥 多半也不是对着我说的 毕竟我脸上还戴着面具 他应该认不出 那只能是在叫我身边的纪博达 果然柳如烟听到纪博达的话后 只淡淡的嗡了一声 就收回了目光 站起身来 朝台上走去 我这才轻轻松了口气 但放松之中 还莫名生出了一丝失落的情绪 不行啊 别说攻略柳如烟了 我现在就连他的一个目光 都心虚的承受不了 我偷偷拍了拍系统 小声道 这任务是非得我做吗 我觉得纪博达攻略的挺成功啊 柳如烟也不像是黑话的样子 话音未落 系统就焦急地打断了我 宿主别说了 快去做任务 女主黑话值还在涨 系统的声音紧张至极 女主早就在拍卖会场 安装了爆炸机关 等时间一到 她就会抱着这幅画 和所有人一起葬身火海 我猛地抬起头 台上的柳如烟依旧温润如玉 可她的手里 却把玩着一支钢笔 在那一刻 我呼吸骤停 系统说 这支笔就是机关的开关 绝对不能让柳如烟暗闹 而柳如烟居然感到着 所有人的面 明目张胆地展示着 她的凶情 真是个疯子 我焦急地思考着 该怎么拿下那支笔 可台上的柳如烟 却笑得云淡风轻 她站在掌声和摄像机前 随手摘下了面具 一下瞬间传来惊呼声 这不是刘总吗 刘总居然会亲自参加拍卖会 我记得 她商务很忙的呀 天哪 真人比照片更好看 在一声声惊叹中 拍卖官小心翼翼地上前采访 刘小姐 请问您 为何愿意一致千金 买得此画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 柳如烟淡淡开口 这是我先生为我画的 我不可置信地 朝台上望去 但柳如烟依旧面不改色 仿佛在真挚地展示 一对情侣的爱 场上顿时爆出一阵尖叫和骚动 刘总居然结婚了 听说她不是为了竹马 一辈子不结婚吗 怎么改变主意了 小说看多了吧 哪个成功女人会感情用事啊 就是 听说她和那个几家大少爷走得很近 多半是有一腿 说着说着 有人偷偷朝纪伯达 头去艳险的目光 但纪伯达只是勉强笑了笑 并没回答 而我如同被雷劈中 将了半天都没缓过来 柳如烟什么时候嫁给我 拍卖官显然没想到 柳如烟真会回答这个问题 激动的脸都红了 毕竟柳如烟一贯冷淡谨慎 是从不接受任何采访的 于是 她赶忙乘胜追击问道 可是 我听闻柳小姐一直是单身柳如烟说 我不是单身 而且 跟先生关系很好 我们在拍卖会上初遇开始 我就对她一见钟情了 假的吧 我会想起 当初在拍卖 会救下柳如烟时 她的那个眼神 幽暗的深不见底 这也能叫一见钟情吗 拍卖官继续问道 那您先生现在在您身边吗 柳如烟的目光投了下来 明明隔得很远 但我就是下意识感觉在看我 不再 她几年前消失了 在拍卖官震惊的目光中 柳如烟却勾起了嘴角 不过没关系 我已经找到她了 说着 她修长的手指 拿起了那只钢笔 漫不经心地把玩着 系统瞬间发出刺耳警报 女主黑化指满阁 察觉到女主即将引爆现场 请宿主立刻阻止 在那一刻 我也顾不得别的 直接站起来喊道 别动 如我所愿 柳如烟的手 确实停了 她的目光 彻底锁在了我脸上 眼睛幽深黑暗 像是在压抑着 汹涌而病态的情绪 用口型轻声道 我抓到你了 拍卖会结束后 晚宴开始了 我换上最简朴的礼服 躲在人群中 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脑袋还是很懵 当时柳如烟在发现我后 并没有像想象中一样 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她只是淡然地走下台 坐回了原先的位置 也就是我旁边 两个人谁都没有开口 我如坐针毡 紧张地掌心发汗 拍卖会是一点 也没看进去 满脑子 都是拍卖会结束后 我该和柳如烟说些什么 好久不见 你这些年还好吧 可是 她过得不好 完全是败我所赐 我脑袋混乱一片 好不容易才想出了 几个打招呼的方案 可拍卖会一结束 柳如烟就被一群豪门们 簇拥着走了 我正正地盯着她的背 洁白修长 气质金贵我 这才反应过来 柳如烟 早就不是我在五年前 认识的那个孩子了 她如今已是商界 炙手可热的红人 站在晚宴中 气筒的催促声响起 宿主 你的任务是攻略女主 不是刺杀女主 你躲在角落里 怎么和她接触 我头疼地打断了她 先让我缓缓 我现在见到柳如烟就紧张 完全攻略不了啊 更何况 我抬头望去 柳如烟站在大厅中间 正在和各界贵族 名流们碰杯 清静淡然 却又遥不可及 她跟我俨然已经不是 一个世界的人了 真的还能被攻略吗 谷先生你好 耳边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我这才回过神来 一袭华服的纪伯达 站在我面前 正冲我浅浅微笑 他单刀直入地开了口 你跟我一样 也是攻略者吗 我记得原著中 我只是一个工具人男朋友 存在感几乎为零 男主是怎么认出我的 纪伯达似乎看出了 我的警惕解释道 你我同是攻略者 你进入这个世界 会有提示 更何况 纪伯达话说一半 又突然止住 他换了个话题继续道 你应该听说了吧 我攻略一直没成功 这个世界都快要崩塌了 所以系统才紧急派来了你 我犹豫着点了点头 不过虽然没成功 但我在这里待了五年 对柳如烟多少也有些了解 纪伯达从我举了句酒杯 真挚一笑 接下来的攻略任务 我会帮助你完成了 这倒是个意外的惊喜 毕竟多个朋友多条路 但是我礼貌递到了声线 并接过酒杯喝了一口 算是同意了结盟 纪伯达拉起我的胳膊 走吧 带你去见几个人 话音未落 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 人群朝两边散去 空出一条道路 柳如烟不紧不慢地朝我走来 阿炎哥哥 该回家了 我懵了 这又是什么意思 纪伯达神色一僵 小炎 胡先生刚刚答应跟我走了 柳如烟冷冷扫他一眼 我跟我先生分别五年了 现在联想接触一会 都要经过外人的同意吗 文言纪伯达脸色苍白 汗水从额头滑落 连忙道 需要 健壮 我的心虚得越发厉害 柳如烟这五年 到底是做了什么 才能把纪伯达吓成这样 连对男主都尚且如此 那对我的话 不会是想杀了我吧 柳如烟见我不动 直接上前 牵住了我的手 走了 我不敢反抗 只得僵硬地跟在他身后 众人的目光在我 柳如烟 纪伯达三人之间流转 在场哪个不是察言观色的人惊 愣了一阵后 立刻纷纷捧场 这就是刘总刚刚说的先生 真是帅气 顾先生的衣服 当真是简洁大方 一看就很勤俭持家呀 异地恋五年 你二位的感情还是这么好 太羡慕了 一声声夸赞 不绝于耳 但是柳如烟 现在脸色极差 像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样 怎么看得出感情好的 就在我付费时 脑袋忽然毫无由来的一阵迅语 脚下瞬间发软直直地 朝地面倒去 不过 幸好柳如烟眼几手快地拖住我 顺势将我搂进了怀中 失去意识前 看见柳如烟的脸色难看至极 眼底满是力气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醒来时 我感到头晕脑热 一道声音不紧不慢响起 你醒了 我这才注意到柳如烟正坐在床边 歪头凝视着我 他衣领半长 露出精致的锁骨和薄肩 显得慵懒随性 我只看了一眼 就觉得脑袋更热 连忙转移视线 这是在哪里 我家 你家 我愣愣地重复了一遍 你把我带到你家做什么 柳如烟 刚才一直在漫不经心地 把玩一条领带 听到这里动作一顿 阿颜哥哥 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了 他俯下身来 带着温柔而不可抗拒的力道 用领带绑住了我的胳膊 我震惊了 柳如烟你干什么 下意识想挣扎 却因为那股莫名的热议 而浑身发软 几乎动弹不得 浑色灯光下 柳如烟打量着我胳膊上的领带肩 像是在看一件未拆封的礼物 阿颜哥哥 他的声音低呀 五年了 你答应我的成人礼物 什么时候给我 我的身体瞬间僵住 成人礼物 这不是我五年前离开时 随口编的借口吗 没想到柳如烟不但当真了 还一直记到了现在 我有些心虚的小声道 这个 柳如烟唇脚弯起一个笑容 我知道 阿颜哥哥对我这么好 一定是把礼物藏在身上了 说着 他细嫩的手指顺着领口下滑 让我猜猜 在这在这 还是在这里了 我本就莫名燥热 被这么一聊 更是如同火上浇油 怒从心头起 我直接抱住了柳如烟 然后恶狠狠地亲了上去 在这这些年的压抑委屈愤怒 似乎都有发泄过 混乱的一吻结束 我故意坏笑道 阿颜哥哥的这个成人礼物 你满意了吗 本来是想恶心一把柳如烟的 可没料到 他的眼神愈发深沉 柳如烟呼吸不稳地 再次凑近我 轻声呢喃 还想更满意一点 咚咚咚 就在这时 门口突然传来了急切的敲门声 柳总您在吗 季先生说想见你 柳如烟被打断时 脸色很差 可听到季伯达三个字后 还是停下了动作 他嘴角勾起一个冰冷的糊涂 正好我有事要找他 这个语气 莫名让人害怕 眼看柳如烟下床就要离开 我连忙冲他晃了晃 胳膊上的领带 等等你是不是忘了这个 差不多该给我解开了吧 柳如烟脸上刚刚泛起的薄红 还未散去 对我露出了无辜的笑容 不可以 他的语气 仿佛再哄不懂事的小孩 外面很危险的 昨天晚宴上 阿颜哥哥 才离开我的视线两分钟 就被人下药了 所以 你还是一直留在我身边吧 我这是被柳如烟囚禁了 双手被捆住 门也反锁上 我心情糟糕地坐回床上 系统你有什么方法放我出去吗 没想到系统的回答 喜气洋洋 出什么去啊 宿主你知不知道 柳如烟的黑化值 已经下降了四十个点 据我研究 每次你离他近一点 他的黑化值就会少一点 现在世界已经没有崩坏风险了 这是什么奇怪的设定啊 那以此为推 如果我离开了柳如烟 就又会黑化发疯 看来暂时是不能走了 身体还在发着热 我只好头晕眼花地 又躺回了床上 柳如烟出门前说 我被人下药了 奇怪 这到底是什么药 刚刚跟柳如烟吻在一起时 热度立刻消退了不少 可他离开后 那股孕衣又涌上来 难受之下 我辗转反侧 无意间撇到了墙上的一幅画 简单的黑白线条 勾勒出一个女孩形象 我瞬间被吸引了注意力 这就是柳如烟花衣 000万买回来的花 也是八年之前 我随手送给柳如烟的礼物 被保护得很好 装在名贵的装表中 多年了依旧光洁如初 看得出来 主人相当爱惜 正当我看得出神时 柳如烟忽然推门走了进来 他的脸色比出去时更差 满身力气 我一愣 这是发生什么了 柳如烟坐到我旁边 直接捏住我的嘴巴 我大惊失色 你 话说一半 一颗药片被突然塞进嘴中 别乱动 这是解药 我这才半信半疑地吞了下去 苦涩的味道 顺着舌尖传来 我痛苦地皱起了眉 柳如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趁我不备 稳住了我 阿颜哥哥 我帮你中和一下 我僵住了 直到淡淡酒气传来 我才惊醒地推开了他 喝酒了 他没说话 但那双眼睛里 蒙着淡淡的水气 正一眨不眨地望着我 如同身不见底的莫谈 蛊惑着人坠入其中 阿颜哥哥 你之前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这个问题太过突然 让我愣在了原地 但柳如烟依旧自顾自地说下去 我想了八年 还是没懂 我最落魄的时候 只有你选择陪在我身边保护 可当我成年了 有能力保护你的时候 你又骗着我离开了 他的语气到后面有些颤抖 你是只喜欢看见我可怜的样子吗 柳如烟又一次露出了卑微的模样 简直跟看见我离去时一模一样 我的心难以控制得狠狠一颤 似乎是醉得不清 柳如烟拿起我的手 轻轻用脸颊蹭了蹭 乖得就跟小狗一样 不过都没关系了 你把我当成凤子也好 把我当成消遣的工具也好 我只求你别离开我 他的眼睛泛起了红色血丝 阿颜哥哥 你来可怜可怜我吧 也许是解药生效的副作用 我的心乱得一塌糊涂 我知道柳如烟在八年前就喜欢我 但我没想到 他的喜欢那么长情 在经历了我的背叛 经历了孤独的五年后 还能一如既往地喜欢着我 酸涩的情绪笼罩着我 如果我不是攻略者就好了 要是我能陪着他 走过这五年 他是不是就不会变得这么偏执 极端 患得患失了 这一晚 我睡得并不安稳 或许是药效 或许是回忆 让我的眼睛一片湿热 迷迷糊糊中 我感到柳如烟 似乎融住了我 温暖的体温传来 我能感受到 他轻轻拍着我的头 低声哼这些什么 就像我之前在他生病时 对他做的那样 我听见他说 阿颜哥哥 希望你以后都能有好梦 叮铃铃提示音 在深夜中显得格外刺耳 我有些烦躁的皱了皱眉 从梦中醒来 柳如烟还睡着 她睫毛紧闭 在月光下模糊了轮廓 恍惚间 还是八年前的女孩 我放轻了动作 去关手机 生怕吵醒了她 可找了一圈 并没有看到手机 我这才反应过来 声音是从脑内的系统传来的 系统察觉到 攻略者纪伯达 请求对话是否接听 我沉默了 虽说之前纪伯达 拉着我的手说要帮我 但我转头就被吓了药 如果不是柳如烟 把我带回家 我现在恐怕 已经在某个地方 不省人事 而在这途中 我只喝过纪伯达递来的酒 还是同意了请求 不管他到底想干什么 见招拆招吧 故言之 我找到可以离开的方法了 纪伯达的声音里 满含喜悦 甚至有些尖利 我一愣 离开哪里 纪伯达轻笑一声 当然是离开这个 需要攻略的世界了 可是 如果这个世界崩坏 我们不是会被抹杀吗 我疑惑到 所以说我找到的 是一个彻底离开的方法 可以和这个世界 解绑的方法 我在梧桐路36号的迷 还没给我继续询问的机会 纪伯达的声音就断开了 结束通话后 我久久回不过神来 梧桐路36号 那是我和柳如烟 以前住的家 纪伯达在那里约我 究竟想做什么 观感让我心脏狂扬 我决定 还是去梧桐路看一眼 然后告诉纪伯达 我不会回去 我已经不想再一次 抛弃柳如烟了 看了一眼身边睡着的女人 我放缓了动作 小心翼翼地朝楼下走去 黑夜笼罩着这栋别墅 安静地连针掉到地上 都听得见 一路走到大门前 我将手放在了门把上 阿言哥哥 熟悉的声音 突然从身后响起 我惊讶地回头望去 刚刚还躺在床上的柳如烟 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 正斜斜地倚在楼梯口 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她的眼神幽深 里面翻涌着风雨越来的情绪 你又要离开我了吗 我的心跳骤然加速 明明这次没想过离开 可对上柳如烟那张脸 还是有种莫名的心虚感 没啊 我就是想出去逛逛 只是想出去逛逛 柳如烟一步步朝我靠近 那为什么要躲着 我偷偷下来 她居然连这个都知道 也就是说 我刚刚下楼的时候 柳如烟根本就没睡着 就这么冷眼 看着我离开房间 走下楼梯 走向出口 我简直不敢想 柳如烟那世是什么心情 对上柳如烟发红的眼眶 我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你相信我这次和上次不一样 不会回来的 柳如烟轻轻吸了一口气 我看见她的手紧紧攥着 似乎在极力压抑着什么 就当我以为她要爆发时 突然颤声说了一句好吧 我不可知心地抬起头 看见柳如烟正深深地望着我 在你走之前 不跟我来个稳别吗 我愣了一下 然后同意了她的请求 正当我的脸慢慢靠近她时 她却突然伸手捂住了我的嘴 等等 声音颤抖 你先跟我保证 这次会回来的 我有些不解 可是撞上那双 压抑着不舍和痛苦的双眸 我的心脏 想被狠狠钻紧了一般 这个眼神 就跟五年前我被迫离开时一样 那天 我骗着柳如烟亲了她一下 然后转身就走 柳如烟也一定想到那天了吧 她肯定也害怕我又跟上次一样 一吻过后 是不知归期地离去 于是我安抚的摸了摸她的脑袋 我向你保证 这次一定会回来 深吸一口气后 又补充了一句 你在家乖乖等我 回来之后 我有别的话想跟你说 五年前的一句 喜欢你 由于种种原因 一直被埋在心底 五年后 既然柳如烟还喜欢我 我不想再错过她 说完 我便吻向她的唇 一股温热的气息传来 柳如烟反手紧紧搂住我 不容拒绝地加重了力度 寂静的屋门打开 你来了 纪伯达笑着朝我走来 就知道你会来的 怎么可能有攻略者 会受得了柳如烟那种 精神不稳定 又极端偏执的疯子 我打断了她 继续说下去的话 我来是为了告诉你 我不走 纪伯达的笑容 将在了脸上 扮上她才缓缓出声 故言之 你来的那天 柳如烟黑化质 到达了顶峰 想要烧回整个拍卖会 没忘吧 我点点头 那你还想留在她旁边 她明显就是个疯子 听到这一句 我笃定地抬起了头 她不会这么做的 思绪回到刚来那天 我偷偷拿到了柳如烟 用来当引爆机关的笔 结果经系统检验 这支笔根本不是机关 而是一个自暴装置 而威力只能刚好杀死一个人 虽然不知道 柳如烟为什么这么做 但事实证明 冬始至终 甚至是在黑化质最满的那天 她想过最极端的事 也只是杀死自己而已 从来没有害过无辜的人 也就是那个时刻 我才发现 我被所谓的原著剧情 遮住了目光 陷入为主的 让我以为柳如烟 变成了一个偏执疯狂 残忍可怖的人 可从系统告诉我 那只笔是自暴装置的那一刻 我才突然意识到 也许柳如烟一直没变过 也许她一直是那个 真挚善良的女孩 然后在我离开的那五年内 怀揣着破碎的爱 举举独行 继波达沉默了 你要是不愿意离开 我也没法强迫你 但是她抬眼凝视着我 这是离开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柳如烟之前黑化直暴涨 整个世界都差点崩坏 但现在世界已经逐渐稳定了 只有这里波动还比较大 是唯一能逃出去的出口 你想清楚了 世界今晚就会彻底修复 你要是不走 就得永远留在柳如烟身边了 说吧 继波达定定地看着我 似乎笃定了我会跟她走 但我却只注意到了她的一句话 为什么这里是波动最大的地方 梧桐路36号 明明是我和柳如烟 以前住一起的家 继波达没有回答我 月光下 我看到她的眼眶 有些放红 她忽然莫名来了一句 故言之 我有时候真的很嫉妒你 明明我才是天定的男主 明明该由我去治愈柳如烟的 可她却永远只记挂着你一个人 我尝试了很多方法 想要像原剧情一样治愈她 想要让她对我敞开心扉 可是我怎么也做不到 她的声音哽咽了一下 柳如烟情绪崩溃过很多次 但一次都没来找过我 反而经常抱着你的话 躲到这房子里偷偷哭 我当时气疯了 才偷了她的话去拍卖会 可没想到柳如烟居然愿意花衣 000万买回来 那时我才意识到 也许从一开始 我就没有成功的胜算吧 她的每个字 都狠狠砸在了我心上 砸得我脑袋发懵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当时头脑一热 给你下了药 现在想来 还是觉得对不起 纪伯达擦了擦眼角 对我鞠了个弓 所以我这次带你离开 就是想赎罪 听完这些 我沉默了半声 不用了 攻略系统逼疯一个人的滋味 我是最能感同身受的 纪伯达被逼迫着攻略不喜欢的人 我则是被逼迫着 和喜欢的人分开 既然都是被任务压迫过的人 再加上纪伯达 没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我也没兴趣 去跟他计较了 希望他在新世界 能恢复本性吧 见我没有追究 纪伯达似乎掖住 一道很轻的 谢谢你后 淡淡光线亮起 纪伯达的身影逐渐模糊 在最后那一刻 他忽然回头道 对了 刚刚有句话还没说 这里之所以是最薄弱的地方 是因为 柳如烟在这里的情绪波动最大 纪伯达 回想起某天所见的景象 外人面前 生冷的不近人情的柳如烟 在这座破旧小房子里 这一幅画 凝望了很久 久到看起来 就像一座雕像 就在他觉得无聊 想要离开时 忽然莫名 瞥到了一点泪光 柳如烟居然在哭 哭得无声 可眼眶却通红 似乎在极力隐忍自己的痛苦 轻声自语道 阿言哥哥 或许是从那一刻起 纪伯达就知道 自己再也无法攻略成功 纪伯达离开后 我还有些恍惚 柳如烟居然哭过 从初见到重逢 整整八年 我从没见过 他掉一滴眼泪 无论是被父母卖掉 还是被我背叛他 最多也只是红了眼眶 大概是因为这样 我一直觉得 他坚强的无坚不摧 没想到 书中手段很利的女主 也会躲起来 偷偷哭骂 恍惚之中 我突然惊觉 天色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亮了 而我也走到了 一栋别墅的大门前 虽然距离很远 但我还是能看到 柳如烟正站在门口 他明明身材苗条纤细 却一直低垂着头 看起来无端的估计脆弱 柳如烟居然真的 因为我一句沉默 等了整整一个晚上 我再也忍不住朝他跑 柳如烟他猛地抬起头来 眼里第一次满是 不加掩饰的兴奋 和失而复得的惊喜 我把他抱入怀中 哽咽地开口道 柳如烟我回来了 柳如烟15岁那年 被父母卖掉 有人抱着小孩 停在他面前 低头恐吓道 宝宝 你看看不听话 就是这个下场 你以后再不乖乖的 我也这样把你卖掉 小孩只看了一眼 伤痕累累的柳如烟 就被吓得哇哇打哭 可柳如烟却面无表情 他并不觉得 这是可怕的事 从初生起 他那赌博上瘾的父母 就爱拿他出气 肆意辱骂 但发泄过后 又往往会抱着柳如烟痛哭 女儿爸爸妈妈 其实很爱你 只是偶尔控制不住自己而已 年幼的柳如烟 很困惑 爱就是打和骂的意思 那他不想要所谓的爱 他只想好好活下去 所以被卖掉也没关系 只要不让他 待在父母身边就好 因此 在嘲讽时 柳如烟没有半分感觉 这些话 还不如父母的一 十恶毒 他的心早就 犯不起波澜了 可话虽如此 但当一个男孩 焦急地冲上来 一把握住柳如烟的手 大喊我买下他的时 他还是错愕的 我一睁了双眼 为什么要买自己 是因为自己 见面一条更好使唤吗 不过这也很正常 毕竟被买了 就是我的人了 自然得认杀认寡 难道还会有傻子 愿意好好养着买来的人吗 一开始 柳如烟是这么想的 可是时间相处久了 柳如烟发现 我还真是个傻子 我会扬起笑容 一副游刃有余的模样 叫声阿颜哥哥 以后我就保护你 当柳如烟真的叫了 阿颜哥哥后 我却又狠狠呛了几口 连耳锤都呛红了 行了行了 正常叫一声得了 别叫得黏黏乎乎的 柳如烟忍不住笑出了声 第一次发现 原来还有人会这么可爱 不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那个叫顾颜知的男孩 居然真的在保护他 明明自己穷得叮当响 却总把最好的让给他 在他因为催眠剂副作用头疼时 会连夜把他送进最好的医院治疗 然后轻轻唱着摇篮曲 为他画下一幅画 柳如烟心里说 我真是傻子 可接过话的动作 却是小心至极 连耳锤都在发疼 对一个从来没见过爱的人 这一举一动的微小善举 都是慢性毒药 让人逐渐深入骨髓 比父母给他的爱 还要让人记忆深刻 在我走的那天 柳如烟觉得自己差点窒息了 心痛的感觉 蔓延至四肢百骸 让他整晚整晚都无法睡着 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能让我头也不回的离开五年 他也不知道 我究竟去了哪里 能五年内都秒无音讯 柳如烟找遍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可是除了梧桐路36号的家 整个世界再无我的一点气息 于是他经常会跑去那里偷哭 就好像这样 我就会忽然出现 像以往那样拍拍他的脑袋 别哭了 阿颜哥哥这不是回来了吗 但是没有 他只等来了一个纪伯达 柳如烟本来对纪伯达并无兴趣 直到他听到了系统对纪伯达说的话 宿主顾言之已经完成任务 柳如烟现在一定肝肠寸断 只要宁略微示好 就可以趁机救赎他 成为他生活里唯一的光 顾言之这三个字一出 柳如烟停下了脚步 再后来 柳如烟跟纪伯达走的近 很多区内人都猜测 柳总平时不近人情 还是第一次主动接近一个男人 肯定是爱上鸡家大少爷 可只有柳如烟自己才知道 他只是想听纪伯达和系统的对话 接触的时间久了 柳如烟逐渐理清了 一切原来自己是一本书中的主角 原来纪伯达是他本来的爱人 而我只是来攻略他的一个配角 现在已经彻底离开这个世界了 那段时间 柳如烟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 他行使手段 变得更加狠力无情 让商业对手全都瑟瑟发抖 可直到一天 他听到了系统交集的声音 完了完了 女主黑话直怎么暴涨啊 再这样下去 整个世界都会崩溃 解灵还虚气凌人 诉诸我们还是把顾炎之叫回来吧 纪伯达犹豫再三 还是咬着嘴唇答应 行吧 既然我攻略不下柳如烟 那还是让那个人回来吧 他难以形容那一刻的心情 惊喜不安 疯狂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瞬间涌上心头 那天柳如烟准备了两个方案 如果顾炎之没回来 他就抱着我 唯一的话在火光中彻底爆炸 把自己和画烧成一堆灰烬 再也分不出你我 也算是在一起了 可如果顾炎之回来了 那他说什么也不会放手了 不过幸好 他拿出准备的自爆机关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 越过五年传来 别动 柳如烟在面具下的唇角 忍不住扬起 我回来了 晚宴结束后 纪伯达来找柳如烟 小烟 我真的觉得 你花一千万买一幅画 太不值了 是你做的吧 柳如烟冷淡地打断了他 你把我的画 偷去拍卖会了 纪伯达僵住了 张嘴似乎想解释 柳如烟转身离去 我听得到你和系统的对话 不用骗我 看在你和系统 帮了我大忙的份上 我这次就不计较了 但是柳如烟 看着一脸不可置信的纪伯达 语气冷到冰点 没有下次 在他走后 纪伯达的哭腔 忽然从身后传来 小烟 你以为自己留得住 你的顾炎之吗 攻略者能穿梭于各个世界 他要是不愿意 没人能强行留下他 要不是因为你黑化石 爆炸世界 都快崩溃了 你觉得顾炎炎之 愿意回来看你吗 柳如烟脚步一顿 呼吸有些不稳 别做梦了 谁愿意攻略一个 情绪不稳定的疯子 你自以为是的 爱只会让顾炎炎 每分每秒都很痛苦 那天柳如烟想了很多 喝了很多酒 他对我的爱是牢笼加锁了 我被迫攻略他的时候 真的会很痛苦吗 柳如烟本来打算锁住我一辈子 可那天晚上 却鬼使神差地 打开了所有房间的门锁 比起不想自己痛苦 他更不想让我痛苦 所以他把选择全还给了我 我被纪波达叫走后 柳如烟独自已在了大门上 夜晚当真是漫长 周边黑暗 压抑得看不见一丝光线 柳如烟忽然有些喘不过气来 如果我不回来怎么办 如果我又一次骗了他 进入新的世界该怎么办 那好像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站在原地一直等 这个夜晚真长啊 就像永远没有尽头 跟过去的五年一样 长得让人控制不住的发疯 绝望柳如烟 熟悉的声音 忽然传来柳如烟猛的抬起头 他这才惊觉 天已经亮了 我踏着耀眼的光线 一路跌跌撞撞走向他 柳如烟颤抖着抱住了我 力道逐渐加重 几乎要将我揉进他的骨鞋里 还好这次跟五年前不一样 他终于等到了 自己喜欢的人 等到我看着扇子 跑到我床上的柳如烟 有些偷疼 你半夜不睡觉 来我床上 干什么距离 跟柳如烟确定心意的那天 已经快一星期了 我是真看不懂他了 两人在一起前 柳如烟总是一副病骄模样 又是囚禁 又是发疯的 我在一起后 他反而变得纯情了 红着脸 跟我分床睡了好几天 就当我以为 柳如烟不喜欢跟人黏在一起时 他又在突然半夜 出现在我身边 把我吓一跳 柳如烟眼睛下垂 表情有些委屈 我记得小时候 阿炎哥哥 还愿意抱着我睡呢 怎么长大就不行了 这能一样吗 我看着柳如烟的身材 陷入了沉默 明白了 柳如烟点了点头 看来阿炎哥哥 是只喜欢小时候的我 要是我能再小一点 阿炎哥哥 就愿意和我一起睡了 不要把我说的 像有什么奇怪的癖好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柳如烟说话 怎么一股差味 我勉强绷住表情 洋装淡定的 你大半夜找我到底什么事 柳如烟似乎还在伤心 自动忽略了我的问题 声音可怜又无辜 虽然我现在已经没法变小 也没法让阿炎哥哥喜欢了 但我可以和阿炎哥哥 一起生个小孩 这话题怎么歪了 见我一张脸 瞬间涨得通红 柳如烟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这才认真道 阿炎哥哥 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柳如烟眼里的光 都暗了几分 阿炎哥哥 你总是这么不关心我 见他这样 我忍不住亲了亲他的脸颊 骗你的了 其实我记得 别生气 柳如烟眼里 闪过一丝惊喜 但依旧认真地辩解道 没生气 我怎么可能会生你的气 我笑道 这话说的 难道你从来没生过我的气 没啊 我的声音轻了几分 我上次走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明明没说是哪一次走 可两人都明白 柳如烟抬眼望向我眼底 一片真挚 当然是担心你 我一愣 他继续到你那天 突然在我面前消失 我除了差点担心疯了 还能有什么别的情绪 我的眼睛忽然有些酸涩 但是我走的时候 骗了你 你不生气吗 其实这个问题 压在我心里很久很久 久到就像一根毒刺 深深扎入心脏 让我每次看见柳如烟 都会愧疚 平淡地向柳如烟问了出来 正当我不安地等着答案时 一道温热的触感 忽然从嘴边传来 柳如烟不知何时 吻上了我的嘴巴 他的声音温柔至极 不生气 不管你是不是骗我 一开始 把我拉成泥潭的人 确确实实是你 其实你能愿意 来这个世界救我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 与我食指相扣 只是我太过贪心 想要你陪我一辈子 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只是这次心口不再疼痛 而是涌起了 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温暖 我擦了擦眼泪 好 说着我测开身体 露出了身后藏着的精致蛋糕 柳如烟愣住了 这时我用手 轻轻拂过上面的 二十四根蜡烛 认真道 柳如烟 生日快乐 我从来没忘记过 今天是你的生日 看着柳如烟 久久没回过神来的样子 忍不住笑着问他 怎么了 不喜欢这个礼物吗 柳如烟终于抬起了头 眼前男人在烛火暖光映照下 轮廓有些模糊 一瞬间 好像又回到了几年前 回到了那个 尚未完成的成人里 在此刻 终于补上一个 十八岁女孩的遗憾 她眼中爱意汹涌 隔着时空说出了一句 不 很喜欢 下一刻 她又轻声开口道 也很喜欢你 全文完